一期警戒降為二級之後 各學校很多都恢復實體授課 像是大學生暑假之後就有返校的需求 高鐵他們就加碼七天的優惠票 等用五折就能買到 不讓大學生沒車搭 二號凌晨開賣 九月九號到十五號 北上南下每天早上各兩班 加碼的是返校五折優惠票 還沒搶的手腳要快 但中秋零假就怕越能吃緊 九月七號後延領雙鐵取消獎載 我覺得應該班次要多一點 對 然後其實就是多開 然後在班次上應該就是可以 也是像這樣子美化做 都可以啊 方便就好了 現在我們台灣很安全的 以雙鐵中秋連駕訂票數來看 截至二號早上八點 台鐵賣出十五萬張 高鐵超過三十萬人訂票 七成提升至八成的部分 目前平假日每日的座位數 大約是增加六千個座位數 那在中秋連續假期九月十七號到九月二十二號 增加的座位數是四點二萬個座位數 業者在爭取九月七號後取消限制 以高鐵來說 目前梅花座一排開放三個位置 不用降載後全車對號座台鐵長途車 不賣戰票 延續加區的運能來講是有些不足 所以如果有可能疫情是允許 我們會提案到指揮中心去討論 那可不可以再開放 再由指揮中心來決定 眼裡放寬 但車廂飲食目前還是被禁止 裝車連駕不只大眾運輸戒備 國道車潮被預估塞到爆 國務行車時間拉長到七倍 部分車速低於四十公里 開雪後市區車流也明顯變多 就像回到三級警戒前上下班 又得再出上後時間 TVBS新聞中的黃靜英特別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達事